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采访足足七分钟,肖战把四个字刻在了脑门上。 近日,肖战新采访又来了。 足足七分钟,简直是心灵盛宴。 看完后最大的体会就是,看人家肖战多会说话。 一段采访滴水不漏的。 采访中肖战为了防剧透针的嘴言。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呢,妥妥地把拒绝剧透四个字刻在了脑门上。 但肖战你肯定没有想到,我们看到采访的时候已经追玩具了呢? 肖战内心OS,行吧,我什么都不知道,太扎心了。 肖战你以后也什么都会有的,会比顾位更幸福的。 在采访中,肖战提到,他羡慕顾位,因为顾位有稳定的事业。 有爱人,还有健康的父母,有个完美的家庭,还有个非常可爱的儿子。 说实话,顾位的一切都很招人羡慕,这种看似平淡却又意义非凡的生活。 很难有人不动心。 但是我想,肖战一定会比顾位更幸福。 也一定会顺顺利利,健健康康。 他一直都很严谨,每次采访基本都把紧代表我自己和我认。 为的挂在嘴边,这种温柔的人真的很难不喜欢。 肖战在采访中,给人感觉一点也不像明星那样端着架子。 而像是老朋友似的交谈,看那段演吻戏需要心理建设吗? 不需要,大家都是专业的演员。 真的好佩服他的高情商啊。 得出原因,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真的非常重要。 很多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 父母感情好。 家庭关系和谐的孩子,长大后真的很好。